第671章 染地写的星辰碎片 机家 虚空大地亲手建成的古殿中 无尽星辰闪烁 这是一片永恒的虚空 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 匆匆一瞥 万古流逝 星域流转 宇宙出演 无比的神秘 这是一座充满混沌迷雾的古殿 身在当中 不知今夕是何年 飞机族贵客不能入内 数年也不见得能有外人进入一次 这里拥有正道虚空的秘密 有一缕大地威压在流动 相传 虚空大地自不死山金氏大战回来后 晚年就是在这座古殿中作画的 一代人族大地啊 究竟是遭遇了怎样的大战 回来后就要闭关 遇到了什么 是战死 还是寿源已尽 这是所有进入虚空古殿的人的疑问 同时也会生出无限敬仰 当年若无虚空大地抱着必死之心 只身杀入不死山深处 大地上的人族不知能剩下多少 虚空古殿内 无尽星辰闪烁 如在面对万古星空一样 鸡族大地正是在此将自己葬进了无垠的未知虚空中 绝迹人世间 如果想找到虚空大地的古坟 必须从此地进入 才有可能寻到一丝线索 不然永远没有机会 虚空大地真的死了吗 王腾问道 他有幸进入虚空古殿 与他的玄祖 以及父亲等作为贵客 在此饮茶 太古时期的古皇 人族的无上大地 纵精才绝艳 伪力逆天 也终究抵不住岁月 都有作画的一天 鸡族的一个活化石探道 忽然 一只火红的小鸟飞了进来 如传说中的朱雀一样 沸腻在场所有人 根本无惧任何一位圣主级人物 他的眉心射出一道神念 传入鸡家一位活化石的心中 让他神色变幻 久久未遇 王家的人明显感觉到了异常 王腾的父亲问道 发生了什么 北狱发生了一些事情 鸡族活化石道 时间不长 虚空古殿外 一块玉碧飞了进来 映照出一片场景 神城发生的一切 如实映现而出 啪 王腾捏碎了手中的茶碗 腾就站了起来 他怒法冲冠 忍无可忍 石方被圣体连根拔起 震动东荒 是王家的一大耻辱 我必斩圣体 祭我王家英灵 北帝发出重视 而今他在鸡族做客 叶凡此举是一种严重的挑衅 再加上以往的仇恨 一场死战不可避免 王腾 我在北狱等你 洗尽你的头颅 我来斩下 这一日 叶凡在神城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全城震动 这句话快速传了出去 整片东荒都一片沸腾 一个号称古地转世 不若于年少时的大帝 另一个为圣体 大成之后 可与大帝争雄 这是在提前预演吗 这两人的战斗 必然会引发全东荒瞩目 甚至五大玉的目光 都要聚焦过来 这是关乎未来的一战 所有人都在期待 叶凡已经在神城放话 等北帝来一战 依照北帝的性情 肯定会横渡而来 几家虚空古殿 上方无比地深邃 一个个星辰闪烁 像是连向宇宙深处 此时突然发出一声轻响 一块巴掌大的允星 坠落了下来 这是什么 所有人都站了出起来 稳重地活化时 都撞翻了桌椅 迫不及待冲了过去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 一缕地威 先祖留下的秘宝吗 几家几位元老全都颤抖 他们感受到了 与虚空古镜相近的气息 有一种恐怖神能在流动 很是吓人 他们几乎要软倒在地 呛 一声金属颤音发出 那枚蓝色的星辰碎片 坠入王藤手中 闪动妖异的光芒 有一种莫名的道运 在这一刻 姬族的人全都变色 这是为何 姬家的传承 怎么选择落入一个外人的手中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过 他们并不担心 在这虚空古殿中 没有人可以乱来 纵然号称古地转世的王藤也不行 只能交出来 一缕血迹 这是 众人大吃一惊 在巴掌大的蓝色星辰碎片之上 有一道鲜血 像是刚流淌出来一样 无比奇艳 怎么会有血迹 好像刚刚溅落上一样 几位绝顶人物都心惊 这种血液给他们的感觉太熟悉了 与虚空古镜的气息一样 且 一种神能在流动 让人忍不住要跪拜下去 正是源自鲜艳的血液 扑通 后方 一位大能以神念探查 竟被压制地栽倒在了地上 承受不住那种如云海一样的威压 这难道是我祖先祖的一缕血液 姬家的人颤抖 连活化石都忍不住哆嗦了 无比的激动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明这块蓝色的星辰碎片 怎么会从无垠虚空中坠落下来 且有一缕虚空大地的血液 先祖 将自己葬进了无尽虚空间 没有人知晓 他的骨坟在何方 而今怎么会有一枚星辰碎片 沾染他的鲜血 姬家一位活化石身手 想从北地手中接过来 却发现难以撼动 且他被震飞出去数十丈远 撞碎许多玉石捉椅 大胆 敢在我姬家放肆 一位元老臣下脸 就要对王腾动手 各位息怒 并非我而无理 你们看是蓝色星辰碎片的力量 我而处在无一石的状态 王腾的父亲赶紧上前 同时 王家的一位老祖也站了出来 道 平坦的力量 却可屁腻天下了 但是却绝不可能这样 正退一位活化石 这是 虚空古殿中的人都吃了一惊 王腾一动不动 蓝色的星辰碎片 流淌出一个又一个符纹 在其双眼中浮现 无尽的星空 划空而过的流星 在其眼中幻灭 有各种字符闪烁 非常的诡异 那是道横在沉浮 哼 姬族的人冷哼 这没沾染有虚空大地血液的星辰碎片 理应为他们所有 而今却被一个外人得到了 诸位元老息怒 这是属于姬家的东西 我们自不会带走 王家一位大能的冷汉流了下来 王腾的父亲却笑了起来 道 这样足以证明 我而与姬族有缘 连虚空大地都显灵了 我看这桩婚事当属天成 一会儿让头儿一字不漏地 送出所得到的传承 王家的玄祖开口 姬族的神色变幻不断 尤其是几位元老 全都若有所思 虚空大地的秘宝重现 会是怎样一种传承 这个王腾到底有多大的气云 虚空古殿降下圣物 却落到了他的手中 姬家的元老不得不慎重考虑 觉得北地也许真的无法阻挡 必要崛起了 就在当日 有消息传到外界 王腾得虚空大地传承 得到姬家一部人认可 很有可能会与姬家联姻 什么 虚空大地临坐化前 另有传承留下 竟然选择了王腾 让他得到了 这是真的吗 东荒 诸多大势力得到禀报 全都惊悍 这是一件影响极大的事件 大地临终前的感悟 一定无比重要 王腾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气云 难道注定 要正到成地不成 所有人都惊住了 得虚空大地认可 那将会是怎样的无敌潜质 看来 姬族真的要与王家联姻了 姬家小月亮将嫁入北渊 人们吃惊地发现 两大势力很可能要打破禁忌 绑在一起 早有传闻 姬族内有一部分人 一直反对这桩婚姻 想要将来在意 而另有一部分人则很支持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大事 恐怕反对的人会锐减 联姻多半再无阻力了 将因此而产生很大的波澜 未出几日 又有消息传出 姬族几位元老 先后同意这门婚事 据说王腾交出来的传承及其惊人 是一部无上古经 我不嫁 这是姬子曰的抗争 但姬家小月亮一个人的声音 似乎很难改变什么 不过数日 北地修行蓝色星辰碎片上的经文 有了可怕的进展 在姬族的一处洞府上空 各种可怕景象分成 真龙 神皇等 全部浮在中央大地的脚下 而那尊地影 就是他自己 今生雄伟 各种祭祀音响起 竟有许多神灵膜拜 连姬家老辈人物都震动 但却远不如北地这样迅速 几日间就悟到 修行到了高庙之境 北地身为大振 原本还有所疑虑的姬家园老权 都对其另眼相看 这样的天赋 几乎无人可追及 将来必可正道 许多人都心中震撼 对其态度大转变 不再像过去那样迟疑不定 并没有人刻意隐瞒 消息传到外界 整片东荒都一片鸦雀无声 来自北原的这个强者 鸦得年轻一代要窒息 诸多老辈人物都叹息 为自己的儿孙忧虑 待他们死后 谁可抗衡这样的北地 而今 他们自己就已经力不从心了 神虚 一片浩大的古老地狱 虚多地方寸草不生 赤土如血 但却也有不少地方生机勃勃 数万年的古药在生长 芬芳扑鼻 一只黑色的大狗 拖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 跟做贼一样 在这片地狱出没 唬鼓不停 妈的 真有 南天门啊 最深处真有古天亭不成 他眺望 见到了神墟中的一片古门亭 非常的宏伟 简直要与天比高 狗狗 什么时候 去找大哥哥呀 小南南如一个精致的瓷娃娃一样 乖巧而秀气 惹人怜爱 过段时间 话说他真的有大麻烦了 连鸡族都多半栽下了大祸的种子 那块蓝色的星辰碎片 怎么可能是虚空大地的传承 沾染着他的地鞋 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啊 大黑狗以微不可闻的声音咕噜 狗狗 你在说什么呢 小南南扑扇着大眼 轻轻拍打他 我记得巫使大帝说过 不死山深处的无上存在 其兵器是以星空中的永恒蓝金铸成 想想就让人发肾啊 多半是打入虚空大地体内的一枚兵器 最快坠落了出来 虽沾染着他的血 但却是不死山的传承 北域 叶凡也得到了关于王腾近几日的消息 一阵沉默 对方的机缘真的超乎他的想象 不过 他无所畏惧 发出最强战音 被众多修士 传遍东荒大地 桂花飘香 月圆之夜 紫山之巅绝一死战 月圆之夜 圣体将与北地在古皇山巅大战 震动了所有人 连太古生灵都知晓了 因为那是太古年间的朝圣之地 第672章 定昏逼战 桂花飘香 月圆之夜 紫山之巅绝一死战 东荒 所有人都在等待 圣体对决北地 这必然是捅破天的一战 等若大成圣体 与古之大地争雄的预言 这一则消息影响极大 很快传到了中州 南陵 所有人都期待 见到这一战 因为这关乎未来谁能震动 距离月圆之夜 还有十几天 并不是多么久远 可以说很快就会到来 这一战就在眼前 将是一场龙争虎斗 引动全天下关注的焦点之战 可以料想 必将会举世瞩目 王腾没有道理不应战 不可能退却 而今强大如他 可以僻逆年轻一代所有人 可与一方圣主并论 果然 叶凡喊出震动事件的战因后 王腾立刻做出了回应 在机甲表态 月圆之夜 必在古黄山斩掉圣体 北域的秋季很冷 黄叶飘零 充满了一种肃杀的气氛 一阵风吹过 落叶飘舞 一个潇洒的季节到来 今世大战将起 叶凡平静度过 没有一丝波澜 人们看不出什么 期间 他曾去庙玉安 不过却未曾见到安庙医 德西这个颠倒众生的女子 早已支身前往西末 寻求一门选法 要佛道共修 北域赤地无疆 绿洲少见 更没有桂花 但是却要在那一日 迎月而战 还有多半个月的时间 紫山前竟长出了桂花树 清香扑鼻 隔着很远就可闻到 在风中速速坠落花瓣 夜色如水 叶凡独自漫步血色大地上 穿越过桂树林 绕紫山而行 并没有特别做什么 不久后 他飘然离去 圣体刚进仙台秘境不久 他能战胜北地吗 他以仗什么来对决 这一战 叶凡莽撞了 在此期间 不少修士都在议论 认为夜凡多半要输掉 这至关重要的一战 过于冲动 在这段时间里 夜凡出没于北域大地上 几乎走遍了所有古脉 许多山川大地 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数日后 一则消息自南域传出 北地将与姬紫月订婚 就在近日 华整片东荒哗然 这太突然了 为什么在决战前 有这样的安排 让人惊议 圣体小儿 你以为约战我家藤儿 就可以改变这一切吗 南域 王腾的父亲冷笑 道 早已听说 你与姬家的明珠走得很近 想凭一战来改变这一切吗 做梦 大兄 无须这样圣体也必死无疑 他这样做 无非是想化谢姬家 小月亮的所谓困境 赶鸭子上架 与藤儿一战 怎么可能会是对手 这是在送死 王家一位大能道 王腾的父亲 王成坤站在窗前 冷笑连连 道 我提出尽快订婚的建议 就是让他一切成空 扰他心绪 死得更快 可是 姬家在这种关头 不一定会答应啊 极有几位元老 与我们交情莫逆 记恨圣体当年的所为 你可去找他们通融 即便不答应 我们放出了丰盛 他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王成坤道 王腾将与北地定亲的消息 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但却并未听到姬家多说什么 让世人惊疑不定 太快了 怎么这么快 人们都不解 大战来临前 怎么选择先订婚 这有些说不过去 王腾的父亲王成坤冷笑 道 你以为选择古皇山 占尽地利 就可以掌我家头儿吗 我让你先来南狱受死 两日后 王家自北园送来彩礼 一枚凤凰石 可避万邪 能提升修行速度 足可加快两成 堪称一件质宝 不得不说 这宗礼物太贵重 避万邪是小 能够提高修行速度两成 堪称逆天的宝贝了 可是王家却舍得出手 王家的底蕴太强大了 这种东西 在圣人眼中都是无价的 他们却这样大方地送出 族中肯定还有更珍贵的东西 这件礼物惹得不少人眼红 但却也没有办法 谁敢去抢 三日后 姬家一位元老对外放话 不久两家将联姻 近日先行订婚 证实了此前风声 八祖 你这是何意 姬紫月的父亲 脸色很不好看 他想遵从自己女儿的意愿 不想让孩子受委屈 但却顶不住家族的压力 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不过这是早晚的事情 姬家的八祖道 你这样说 不是等于证实了 王家放出的风声吗 要知道我们 并未同意订婚呢 怎么能这样草率 姬家兄妹的父亲 也是一个强势的人物 姬炎智 你还没有成为家主吗 八祖并不在意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外界 波澜起伏 所有人都在议论 东荒一颗璀璨的明珠要订婚了 选在这个敏感的时期 多了不少话题 姬紫月与叶凡走得很近 许多人都知晓 王家这是在设局 逼叶凡而来 要提前扼杀他 可真是够狠了 叶凡身在北域 动用元术 可与绝顶圣主一战 但是王家却要在决战前 逼他来难遇 让其失去最大的优势 有些人快速做出了推断 心中凛然 这是要绝杀圣体 不给他机会 如果叶凡不来 未能带走姬紫月 那么 在他今后的岁月中 定会留下遗憾 大道有侠 影响心境 甚至 在不久的决战中 都会受到莫大的影响 心有破绽 即便选在紫山之巅对决 多半也要隐恨 王家真会在此期间订婚吗 这是一个局 逼圣体横渡虚空而来 破尽其优势 不一定真的订婚 放出风声来就足够了 效果达到了 逼叶凡不得不来 不然万一有变 谁也承受不起 北地都那么强大了 他的父亲王成坤 还这样谋划 可真是够狠辣 不想出一点意外 无论圣体怎么选择都为宜 叶凡来南狱的话 优势丧尽 等于送死 不来的话心灵有瑕 不能宁静 月圆之夜 多半无法发挥出全部战力 北狱 叶凡得到消息 站在一座古脉上 眺望天际 沉没了很久 一动不动 如石化了一样 他陷入了两难之境 与此同时 中州骑士府 庞博 东方野 李黑水等人 也得到了消息 全都吃了一惊 小叶子将在月圆之夜 与王八高子腾决战 这一战来得太早了 他的积累还不够啊 该死的 王家太无耻了 北地占尽优势 却还这样谋划 逼小叶子去南狱提前一战 可恨 不行 一定要拦住小叶子 不能有意外发生 东方的大战本就要开启了 武史中会将太古生灵都惹出来 我提前过去参战 历练一番 东方野到 当日 姬浩月什么也没有说 横渡虚空 从中州赶向家族 第一时间出现在府中 王腾你给我滚出来 圣体还未发威 还没有与北地一战 东方神王先怒了 回到家族 见到自己病奄奄的妹妹 很是心疼 喊出这样的话语 姬浩月披头散发 海上声明月异象展出 如一尊神灵一样 连闯家族九重殿雨 一拳轰碎一处古殿 进入王腾的闭关之地 浩月你这是做什么 姬足一位元老冲了过来 我妹妹的婚姻 谁也不能做主 只能由她自己决定 姬浩月大喝 根本未曾上前见礼 黑发如铺 狂乱舞动 道 王腾出来与我一战 这一声大吼 震动数百里 第一时间传到了外界 引发南欲一场大地震 东方神体沉浸这么多年 没有人知道它有多强 竟在今日爆发了 要与北地一战 烟尘冲天 一道高大的身影从废墟中出现 光滑万丈 淹没天地 在其头顶上方龙凤和鸣 立身于一辆金色古栈车上 王腾 别人拒你 我不在乎 今日决一死战 姬浩月无法乱舞 眼眸如电 如一尊神灵一样逼来 坦而不得无礼 王成坤出现 在北地表态前 先行开口 阻拦住了他 浩月 你这是为哪般 鸡族的元老也上前 挡住了姬浩月 八族你闪开 姬浩月大喝 浑身绽放神王宝灰 一片碧海出现身后 一轮明月缓缓升起 碰 八族被撞了一下 一个猎且 立时变了颜色 道 放肆 人影闪动 鸡家元老出现 挡住了双方 没有让两个年轻人一战 就在当日传出消息 姬浩月被求 几位元老亲自出手 让其冷静 家主这是为什么 一座鼓洞中 姬浩月盘膝而坐 眼眸如电 沉声问道 我并未同意此时订婚 那不过是老八乱说了一句 你无需担忧 鸡家圣主说完这句 转身离去 可是 这件事如此之大 怎能乱说 事关生死大事 姬浩月喊道 可是鼓洞寂静了下来 没有人再回应他 死也不订婚 放我哥哥出来 一片宫阙中 姬子月怄气 几次逃跑 都被捉了回来 此时 他终于害怕 担心有人作梗 真的会安排订婚 气道 有人会来救我的 将北帝裁贬 丫头 别说气话 当今天下 还有谁敢来我姬家撒野吗 八祖笑道 而后劝解 道 王腾乃一点不好 前途不可限量 纵有意外发生 最差也是一个圣人 我不是你们的筹码 我是姬家的子月 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不是你们交易的物品 我讨厌北帝 姬子月忍不住落泪 傻丫头 等你想明白就好了 八祖继续劝道 我不是筹码 我是你们的子月啊 不能这样决定我的未来 姬子月央求 而后期道 一定会有人打上门来 将我救走的 当时 谁敢来犯我姬家 没有一个人敢撒野 而后 他又安慰道 子月 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们是为你好 北域 磅礴 东方野 李黑水等人出现 进入神城 寻找叶凡 但却不见其踪迹 打探不到 小叶子去了哪里 该不会真去了姬家了吧 王者去了都要死 南边是龙坛虎穴啊 南狱 一座虚空之门打开 一道身影 迈步而出 在南部地狱 四季如春 这是一片花香鸟语的世界 草木丰盛 林泉叮咚 鸟儿遇人不惊 非常祥和 叶凡抬头望天 神色坚毅无比 自语道 南狱 我又回归了 我来了 第673章 风云巨鸡家 尽管知道 此行胜算微妙 危机重重 但是叶凡不得不来 他不想多年后心有愧疚 空流一探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不说往昔 丹论中州秦岭一战 姬子月不计代价地 为其灌注法力 助他生死大战 近乎用命来换 帮他脱险 重伤捶死 这份恩情就不得不还 而今姬子月有难 大哭不嫁 要人来救 要逃离几家 抛开其他 丹情领那平分情义 叶凡就不得不来 不然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南狱 草木丰盛 湖泊巨大 淹水迷蒙 大荒无垠 到处都生机勃勃 没有不毛之地 叶凡行走在这片大地上 出入于原始大野间 默默思量如何应对 离开北狱 他的战里将大打折扣 优势不在 十分不利 瓜 大荒中 一头青色的蓝鸟俯冲而过 将一头大象抓起 撕裂在空中 鲜血喷洒 飞向远处一座断崖 那里是他的巢穴 有几只幼鸟带捕 叶凡一阵出神 而后又向前走去 他见到一只火灵龟 形似玄武 生有麒麟头 密布灵片 张口一吐 大片火焰将一座丘陵 都烧成了灰烬 地下石窟中 一只生有神赤的 金色猿猴冲起 冲向火灵龟 一对金色神赤 放出大片的雷电 劈啪作响 将大地都击沉 打出一片深渊 万木奇遥 乱叶凋零 飞沙走石 大地崩塌 一片山崩海啸一样的 可怕景象 摧毁一切 这只猿猴强大的邪火 噗 可是 火灵龟跟小山一样巨大 修行也不知道 多少万年了 体内运有的麒麟血 都复苏了一些 张口一吐 简单一击 风云变幻 一道麒麟子火 熊熊燃烧 炙烤天地 将这片地域十方大山 都化成了岩浆 而后成为尘埃 彻底气化 那是圣主及凶兽 他心中凛然 一束破万法 给予了他无限启迪 一下子联想到了一宗 杀伤力无穷的后手 哄 麒麟子火冲天 将那只强大的猿猴 烧得惨叫连连 最终成为了劫灰 空留一颗神珠 被如小山一样 巨大的火灵龟吞掉了 修行几千年 空有一身绝顶战力 却也被焚了个干净 叶凡远远地避开了 没有去接近 他在大荒中行径 可以说非常的危险 这里是属于蛮兽的领地 这些兽族没有选择化形 可延长兽园都极为强大 相传 一片又一片大荒中 可能还存在有不死神药 偶有的凶兽服下一株 能活上尽万载 那样的蛮兽主 可怕地让人胆寒 哄 远处 镇龙发聩的声响发出 叶凡心中一惊 他见到了一群巨坟 根本不可能是人族的陵园 每一座坟都跟小山似的 巍峨而宏伟 他见到了一头年迈的老蛟龙 撕裂开一座山崖 打磨成一座石棺 将自己葬了进去 石棺燃烧 沉入大地下 一座巨大的土坟隆起 排列在前方 这片大荒的最强异兽王 临死前都选择葬了在此地 叶凡上前 扫射每一座巨坟 并无神珠留下 他们都将自己化成了灰烬 不过 叶凡却是大受触动 自语道 也许可以尝试 若是成功 又有了一宗强大的后手 他在这大荒中行走 受到启迪 想到了两种杀手锏 准备掌握在手 对抗王家 圣体来难遇了 鸡家贵宾天鹊中 王家的一位大能开口 从一个北域大教德西 叶凡曾在那里见到杜虚空 他终究是送死来了 年轻人你还太难 老夫掠施手段 救你不得不来送死 王成坤背负双手道 离开北域不能施展袁术 是龙他也得蜷缩 是虎他也得趴握 引颈带路 没有一丝机会 一位叔叔大笑 天鹊中 几位大能观察一宗图卷 上面有叶凡横渡前十的坐标阵文 他们在推演其出现在难遇哪个地方 圣体来难遇了 这则消息并未能成为秘密 许多人都得惜 众人皆经 全都在议论 人们觉得 叶凡过于冲动了 来难遇决战尽失优势 将九死一生 多半会血染难将 许多人叹息 荒谷后唯一打破诅咒的圣体 将来很有可能会大放异彩 不曾想却走入了死局 这几乎没有一丝胜算 他的确很强大 但毕竟还没有成长到 无惧诸圣地的地步 失去元术的仪仗 怎么能与绝顶圣主争雄 五日后 北帝将与姬子月订婚 不知是谁散发出这样一则消息 顿时引起一片哗然 真的确定了吗 还是说 这是在逼迫圣体 尽快现身呢 而今 叶凡如果想尽一份力气 相助姬子月 可以说已经没有时间谋划了 这么短的期限 他怎么去对抗 外界 所有人都不看好圣体 觉得他很有可能会陨落在南狱 既然已经来了 不可能不出手 然而却没有一丝胜算 姬家有几道兵切 他拿什么去抗衡 面对一个荒谷世家 他一个人的力量 何其卑微 绝不可能救出姬子月 去了必死无疑 姬家贵宾天阙中 王成坤嘴角露出一丝冷冽的笑意 道 不用我们出手 他赶来姬家撒野 姬家的老八会震死他 当年 叶凡在南狱出手 斩掉姬家不少高手 其中关键性人物为老玉姬会 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而姬会 却是姬家八祖很宠溺的后人 至今难以释怀 一直想找姬会除掉叶凡 为姬会报仇 不久后 有人传出消息 叶凡可能将在近日闯姬家 顿时让南狱震动 举世瞩目 所有人的目光都一起望来 已经有多少年了 人们不记得多么久的岁月 未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 敢闯一个荒谷世家 自古至今 没有几次 尤其是姬家 任你天大的英雄 在虚空古境下也要成灰 根本没有办法过这一关 当今 就是须弥山的斗战圣佛东渡 亦或是东荒的老疯子出现 也要先认真考虑一番 世上无人不忌惮 况且 姬族的底蕴谁能看透 他们当时的大能战力也很强 又有几个大势力赶去硬碰 东荒妖族继承者 大妖庞博拜会 这一日 姬家宏伟的天雀前 有数人出现 大声传音 如闷雷在响动 庞博来了 不是以晚辈之礼求见姬家强者 而是扯出了妖帝传人的身份 将这种拜会上 升到了妖族与人族 这两大种族的高度上来 叶凡为我妖族护道之恩 谁杀他 就是与我妖族过不去 庞博真的急眼了 南玉是龙唐虎穴 他怕叶凡出手 血染这片土地 彻底豁出去了 以敏感的身份出场 这则话语一出 南玉又是一片惊叹 妖族的人都卷进来了 这次的风波注定将很大 这一次 仙鹤王还有福王同行 是庞博以自己的人脉 请出来的 辅其清帝传人身份 为姬家施压 可惜 秦岭一战后 赤龙王他们闭关了 不然更有效 庞博轻叹 即便如此 姬家也没有怠慢 有大能出营 将他们请了进去 虽然对他们的话语位置可否 但却也不想得罪 妖族与清帝传人 王腾的一位叔叔 神色一致 得到消息后 本能地觉得出现了变数 去查一查 妖族的帝兵 还有十三大寇手中的吞天魔怪 是否被圣体借去了 王成坤面无表情 不久后 有可靠的消息传来 秦岭一战后 老瞎子与孔雀王这些人都闭关了 以帝兵护法 不可能借出来 圣体 你还怎么活下去 王腾的父亲王成坤冷笑 老 没有帝兵 你闯进姬家 不用我们出手 你都得死 次日 李黑水陪同北域十三大寇中的几位 来到南域姬家 摆明是要保叶凡 不让他有失 东荒很多修士心经 妖族与十三大寇都有人来 这可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 圣帝也要有几分忌惮 未过半日 赤龙道人出现 亲自出关 虽然没有取来几道兵器 但却真身驾灵 又使南域气氛紧张了几分 赤龙王 可以横行东荒的人 而今除却圣人流外 谁能杀他 敬畏叶凡之事青来 让很多人到吸冷气 哄 第三日 一声巨响 一只浑身金光闪烁的猴子出现 手持一条乌铁大棍 抵在鸡家宫阙前 烟尘冲天 王腾你给我滚出来 斗战圣元来了 专为叶凡横渡到了东荒 持大棒要打杀北帝 太古万族将出世 圣皇子也来了 这个身份太敏感了 比王腾结交的神灵谷少主子天 都还要显贵很多 诸多大势力 都心有顾忌 北帝 谁给你封的号 就凭你也想挣到成帝 有我在 你多远 你给我滚多远 从今往后给我收起来 猴子相当的嚣张 手持大罐力 屁腻前方 他的声音传出去数百里远 整片虚空都隆隆作响 郑主叶凡还没有出现 鸡家门前却已经是风起云涌 所有人都心惊 预感到这一次的事情闹大了 无妨 只要没有击到地兵 来多少人都无用 圣体必然血染鸡家 活不了 将成为我正道的踏脚石 诸王并起 他而第一个拿他开刀 王成坤默然 根本不在意 王家 既然你们胆怯 不敢来北越 我叶凡来南狱杀你们 终于 叶凡的声音传来了 南狱巨阵 第674章 叶凡两大杀手锏 鸡家 即便是门缺 也漂浮在空中 云征辖位 更有一些岛屿悬挂 垂落下银色的瀑布 看起来很规律 何人喧哗 鸡家的人大喝 一个年老的修士走出 然而 比他们更快的是 还有一道人影 王家的一位大能 一直守在外面 等待叶凡来临 想要扼杀 化成一道光冲了过去 噗 他的眉心 飞出一株宝树 将前方一道虚影打碎 天空中 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无尽神盲乍现 地者一往无前 王家就凭你足 也想出大地 我会来杀你们的 碧蓝的天空中 只有这样一句话在回响 方才毁掉的 只是一片符咒 呈现出的虚意 而并非真身 圣体你哪里走 王家的大能追赶 可是神识扫遍十方 都没有发觉什么 样样而退 脸上无光 显然人家真身根本未来 突然 一块刻有 密集符文的神渊块呈现 当场炸开 打出一片黑色的虚空深渊 王家的大能惨叫 半边身子都破烂了 若非姬家在这里 不有残缺的大地神阵守护 可定住四方虚空 这块刻有百万符文的神渊块 足以将它抹杀个干净 但是这也足够了 南宇也不知道 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这里 全都心中一惊 圣体竟敢如此 这样强势 他还有什么后手吗 两日后真的要亲身来到姬族吗 他拿什么来抗虚空古镜 如何与北地争雄 叶凡自然没有真身显化 此时他早已远渡而去 一跃数万里 来到了一片不毛之地 这是一片奇特的地方 赤土寸草不生 到处都是树米宽的大裂缝 一片胶着 更有火焰冲销 隔着很远 就能感受到那种炽热 神焰腾腾 几乎烧他的虚空 火月 时隔多年 叶凡又回到了这里 当年被追杀进此地 久死一生 经历火劫 锤炼万物母气顶 苦修了半年之久 他连过五层火域 第六层为紫气东来 当年差点将他烧个形神俱灭 若非菩提子护体 强大如圣体 也都成为劫灰了 而今 故地重游 叶凡没有吃菩提子 也可抗衡紫色的火焰了 他没有停留 进入了第七层 这里流动五色火焰 号称五行真火 如物丝一样缭绕 一般的大能都无法承受 会稍微焦炭 当年 他就是以 这种可怕的火焰 在逍遥门活活烧死了鸡家的 一位太上长老 逃出升天 叶凡大步前进 直接进入了第八层火焰区 这个地方连绝鼎圣主旗都无法进来 皇主真身都可炼成灰烬 当时 唯有一个乌鸦道人曾进来过 在此炼化杨之玉神铁 因为他是火鸭之身 是从神火中诞生的 故此无惧 数千年来 叶凡的是第二个进入第八层火焰的人 以仗圣体无双肉身 抗住了七彩火焰的焚烧 七种物丝缭绕 并不是多么的浓密 但是却有惊人的温度 根本不是叫主级人物能够抗衡的 焚毁诛天 叶凡的肉身超越圣主 但是却此浑身欲裂 堪堪挡住 对其圣体都有威胁 可想而知多么的炽热 不过 这依然不是他的目标 他向前走去 来到了第九层火焰边缘 前方炽热的温度可怕的吓人 隔着一段距离 就让人要崩裂 第九层火焰 数千年来 无一人可进入 是名副其实的死地 叶凡站在远处 见到了数十具人形灰烬 什么人敢闯第九层火焰 他心中震动 这是一个必死之地 无尽岁月来 竟有这么多人想进去 九色火焰 似超脱了人世间的范畴 像是在另一片大千世界中燃烧 梦幻而可怕 九彩物丝跳动 毁灭一切 这就是叶凡的目标 收集火焰最后一层的神焰 用来对抗一干大敌 观火灵归大战时 让他想到了此地 我能进入第九层吗 叶凡将菩提子取了出来 没有此物 他不敢冒险 因为第八层已经是极限了 世间诸罪加深会在一起 方成夜火 可灭尽诸神 菩提正道 独抗夜火 希望也能挡住火焰最后一层盛焰 叶凡尝试 将一件法宝承载菩提子 进入第九层火焰中 发现他依旧不损 隔开了火焰 并未被焰毁 这让他心中大定 收回菩提子 持在手中 大步向前走去 只身进入 拥有无尽可怕传闻的火域最深处 九色盛宴跳动 如有漫天神魔在哀嚎 各种神秘的古老的声音 在齐耳畔响起 仿佛进入了一片诸神的战场 可怕的温度 连手吃菩提子 都觉得有些难受 仿佛要皮开肉绽 激进窒息 他是数千年来 第一个登陵到此地的人 叶凡准备以万物母器 顶收这种火焰 因为也唯有他能承受这种温度 其他兵器 恐怕会立刻被焚成尘埃 忽然 他心中一动 在万物母器顶中 发现了一个黑葫芦 拔起塞子时 有混沌光一闪而没 他 叶凡几乎忽略了这种宝贝 当初是从子府圣子手中夺来的 研究了很长时间都没弄清 发挥不出威力来 不过 葫芦赛却能用 形状像的烂木锤 被虫子啃咬过 但挥动时 却可发出一丝混沌之光 具有极其可怕的攻击力 当初 他还嘲讽过子府圣子 空有宝物不知 只持着葫芦赛对敌 而不用黑葫芦 而金在他手中这么长时间 却也一样如此 不知他的神能 用来装第九层火域的盛宴试试看 叶凡心中一动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若是神物 肯定毁不掉 而若成灰 也不足惜 黑葫芦中有一些太阴真水 在第九层火域中 黑葫芦一沉没入前方 在他的催动下 开始惊喜牛饮 吞那九色盛宴 不怕最可怕的火烧 叶凡大吃了一惊 发现真的忽略了一块神料 黑葫芦没有一丝神能发出 在他的控制下 却如一个无底洞一样 恨不得将第九层火域吸干 不断沉浮 这么多火焰 足可以烧死十几名圣主了吧 叶凡有一种疯狂的冲动 借此绝对可以干出一件 震惊天下的可怕事情来 黑葫芦 像是诞生在开天辟地之初 恨不得将整片火域都给吞纳掉 叶凡谨慎地探出一缕神念入内 发现如一片古老的宇宙一样 这个黑葫芦可真甚人 看样子不是祭练出来的 是在天地间生长而成 叶凡妈撒 上面的纹落古朴而自然 最终 他不敢牺牲燕了 因为轻轻一摇动 有山崩海啸一样的声音发出 火焰太多了 他怕到时候 自己控制不住 真的是无上圣物吗 叶凡怀疑 连葫芦塞都让虫子啃过 可是却能发出混沌之光 他一阵无言 突然 在火域的寂静之处 传来一种奇异的声响 如人轻叹 又似有生灵在爬动 怎么回事 叶凡心中一灵 火域尽头 是一片死寂之地 方圆不过树里 光秃秃 没有一点生气 连焰火皆无 而今怎么有声音传来 一株小树 他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火域尽头 有一株小树出现 在快速移动 如长了脚一样 自主前行 不对 是一种火焰 他神色一致 运转原天神眼 看清了其本体 是一簇火苗 不过 却化成了一株 多半米高的奇数 难道那些传说是真的 叶凡吓了一跳 关于火域 有诸多传说 许多记载近乎荒诞 如 有一本古籍中记载 火域最深处 烧死过一位仙人 另一本古籍则有记 荒塔曾在此出现过 沉浮了数千年 还有记载 九层火域共有十种火焰 不过第十种无根无缘 古来总共不过 出现过数次而已 第十种火焰 它竟真的存在 叶凡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充满了惊悍 他亲眼见到了 小树不高 但却很苍净 如龙盘卧 火苗跳动 似可焚毁诛天 烧它永恒 第十种火焰烧死过仙 叶凡想到那些传说 头皮都有些发麻 这处火苗虽小 但若是冲过来的话 它可能会立刻成为一颇黑土 在这一刻 它见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画面 小树燃烧 火焰竟是一片又一片的符纹 一个又一个 小世界在崩坏 而后复合 诡异无比 它竟真的能焚毁诛天 烧它永恒 不过最终又修复了 叶凡盯着那些 由符纹组成的火焰 看了很长时间 直至小树沉入一个漆黑的鼓洞中 它才回过神来 离开了此地 时间不足两天 圣体还有什么手段可展 外界 所有人都在猜测 叶凡如何进入鸡家 似乎根本不可能 虚空古境 一件可压塌万古诸天的地兵 除却大地复生 不然没有人可以抵挡 叶凡如何去鸡家带走小月亮 即便有赤龙 斗战圣元等人相助 也不行 一缕地危 就可让它灰飞烟灭 它在自寻死路 怨不得别人 后世人提起圣体时 所能记住的也仅是 我而走上地路的一块踏脚石 王成坤背负双手 望向窗外 与藤儿生在一个时代 是他的悲哀 注定只能成为一片绿叶 竹王并起 他将第一个扶持藤儿的脚下 血染低露 王藤的叔叔点头 数万里外 叶凡醋眉 一阵沉默 如何对抗虚空境 成为他最大的难题 除非借来一件地兵 为他所用 而今 他收取到了第九层火域的盛宴 无惧胜主了 却还差一件地兵来威慑 不然 一切还会成空 只能冒险一搏了 将他背负出来 叶凡做了一个决定 大步向荒古静地走去 这是一片生命禁区 古来少有人赶进 绝世皇主走入 都会灰飞烟灭 没有人可以对抗荒的力量 境地外 古墓参天 一片原始风貌 里面落真可闻 死一般的宁静 没有一丝声响 叶凡将所有装神拳的玉瓶 都取了出来 又将一枚八卦型的圣果 咬在了口中 芬芳入骨 沁入魂魄 而今没有几个了 却也只能如此奢侈地挥霍 生命的契机将他包裹 最后 他如一道闪电一样冲了进去 梅入荒古静的最深处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境地深处传来一声颤音 如宇宙诞生之初的名音 让人心神悸动 灵魂都要离体而去 九条龙石横沉 一口青铜巨果中 叶凡吃力地将一口小关 背负在了身上 满头大汗 一步一步向外走 虚空古静 我挡得住 叶凡为了救激紫月 可谓思虑良久 冒着生命危险 来背负这口神秘的铜关 要去对抗几道地兵 第675章 悲观近荒古世家 这口小关很沉重 如一片小宇宙一样 竟有一种世界奇迹 叶凡肉渴无匹 可拔山填海 却也很吃力 汗水打湿了几倍 不过 比上次强了很多 不至于浑身玉碎 他一步一个脚印 向山顶走去 因为生命神圈快 喝光了 急需补充 久坐圣山 巍峨雄魂 一如过去 寂静无声 没有一丝一动 像是亘古长存的死渊 又如诸神的安息之地 一路上 古墓参天 牙石雾里 更有一些白色的碎屑 那是枯骨所化 记述了昔日的传奇与无奈 叶凡每一步落下 都陷入土石中 没过膝盖 他艰难地登上了圣山 口中咬着一块圣果肉 抵抗岁月 不致衰老 山巅 一方小池清澈而流芳 沁岛人的骨子里 叶凡痛饮泉水 装满玉镜瓶 又陆续去了其他山峰 储存所需 最终 他背负青铜小官来到崖边 向无尽深渊下望去 运转员天神眼看五色祭坛 那是他的一块心病 总想跃下去 重返故乡 破败的祭坛 由五色石块铸成 刀痕剑孔 讲述了时间的无疆 岁月的漫长 也不知道见证了多少星空往事 一个人 叶凡大吃一惊 他见到一条身影 独立五色祭坛中心 一动不动 如石化了一样 如时间长河中的一段古老的魔区 他心头俱跳 那是什么人 怎么站在上五色祭坛上方 是荒奴吗 距离太远了 无尽深渊下一片黑暗 他纵然生有神眼 也只能看到一个轮廓 不能细变 让人心中凛然 叶凡一步一步下山 他没有敢久留 天知道五色祭坛上的存在 是什么东西 万一跳出来 可能会引起大祸 呛 当沉重的青铜小官 重新落在巨果中 叶凡擦了一把汗水 咕咚咕咚 引下十几口神拳 慢慢调息 出去的路很长 足有八九十里 因背负沉重的小官 难以飞奔 也不知道要耗去他多少生命力 可能会有生死大恶 必须要调整到最佳状态 休息两久 叶凡站起身来 观看巨果上的一幅 又一幅同客 正正出神 若有所思 古老的神奇 落泪的远古鲜明 这些意味了什么 饕餐 穷奇 桃物等体型庞大 面目猙獰 栩栩如生 让人望而生畏 皆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古兽 仿佛要透臂而出 带着泪痕的远古神奇 遥远的星空古路 叶凡琢磨了很长时间 最终 他来到一片星空图前 这里的刻痕很模糊 被秀记掩盖 且无尽星辰非常的微妙 如一个真实的世界 被定在这里 哗啦 叶凡手中光滑一闪 将自混沌万龙潮 得到的仙真取了出来 如星辰之光凝聚而成 闪烁光泽 这两者很像 难道是一幅地图吗 是一条记载了 星空古路的不朽古卷 他心中一阵 瞬息想到了这种可能 太古年间 猴子的父亲老豆战圣皇 常在深夜观看 一定事关重大 一位古皇如此对待 定有惊人的秘密 九条龙狮横沉在外 叶凡自然又打起了主意 事实上 他很想将九条龙 与巨国也扛走 奈何根本搬不动 龙狮冰冷而沉重 鳞片乌光闪烁 如九条五铁山岭一样 亘古长存 接近它们 让人感觉要窒息 叶凡用力劈斩 火星四射 强如他的肉身都剧痛 植骨都要碎了 也斩不动任何一条龙 连根龙须都扯不下来 我只要一点龙血 不挖 你们的骨行不行 他实在没脾气了 觉得将自己废掉 也无法拔下一枚鳞片来 一个时辰后 叶凡步履为奸 终于是走出了荒谷境地 他喝下大量神拳 吃下一枚圣果 炼化了九种圣术的部分根精叶 这才抵住岁月的侵袭 耗掉了一枚不死神果 几乎要挥霍光了 叶凡自语 这种东西很难再拥有 用掉一颗就少一颗 此行的代价真的很大 神虚外 黑黄溜达很多天了 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依然没有进入南天门内 狗狗不要乱跑 大黑狗身上的稚嫩小女童 轻轻拍了拍他的背 中周不是传回来消息了吗 妖帝在一万年前 灭掉了神虚内的两个圣灵 我们进去多半能顺利见到 不死盘桃树 狗狗你又贪吃了 忘了上次差点死在仙灵外了吗 小楠楠皱了皱可爱的小穷鼻 这次我们不进古天亭 只进南天门看一看 小心一些没有问题的 大黑狗跃跃欲试 去找大哥哥 不要乱闯 小楠楠轻轻揪大黑狗的耳朵 都来到这里了 不进南天门怎么行 一定要见识一下 古天亭的门户秘密 黑黄咕弄 而后又补充道 误不了事 今日就横渡虚空 奏王八高子腾去 鸡甲骨宫外 一个雄伟的男子出现 如妖神转世下凡一样 乌发浓密 脸如刀削 瞳孔无尽星辰幻灭 难腰来了 东荒战起 无始终可能会出事 连他动身了 第一战就赶到了难遇鸡甲 战衣闪烁金属光泽 阴姿伟岸 如妖中神灵一般 在他的旁边还有一个绝代佳人 容颜足以霍乱天 不久后 天际隆隆作响 一辆紫色的战车冲来 九头太古巨兽拉车 个个如小山一样 恐怖契机让人站立 十几名太古生灵在前开路 一个个面目凶悍 全都覆盖鳞片 有的还生有神赤 有的无腿而生蛇蛆 荡起一片魔云 滔天而上 这群古生物如魔神一样 来自神灵谷 为太古最强王族起源地之一 全都杀气腾腾 竟也进入了鸡族 车上的人为子天都 此外 与他共成一车的 还有一个紫发女子 如一个无瑕的精灵一样 连瞳孔都是紫色的 肌肤雪白如玉 乃是他的姐姐 在这最后两日 鸡家门庭若市 难遇但凡有大身份的人都来了 全都预感到将有一场大风波 都想亲眼目睹 最后一天 东荒各大势力皆有人来 可谓举世瞩目 都想看一看 叶凡有何手段 能否扭转死局 叶子你到底在哪里 千万不能来送死啊 磅礴无比焦急 他以妖帝传人的身份来辞 鸡家虽然客气 但是他却也改变不了什么 祖爷爷 我是你们的紫月啊 我要离开这里 不是你们的筹码 鸡紫月委屈 灵动的大眼韵泪 许许多多的地方 人们的表现各不相同 全都在关注 静等叶凡出现 按照推测 他不可能虎头蛇尾 不会逃回北域 出现只是时间的问题 最后一日到来 鸡家大厅中有许多贵客 真跟要订婚一样 诸多大势力来访 送上了一些珍贵的礼物 不是说圣体要来吗 怎么还会出现 角落里有人轻声议论 来拜访的人 大多是冲着风波指 另一边 王成坤脸上 带着弹幕的笑意 依然在谈论他的儿子 张口闭口 总是言谈怎样 将圣体比的什么都不是 远处 庞博冷笑连连 道 我爸叫李刚 我儿叫王腾 都快成口头禅了 王腾的一位叔叔望了过来 盯着他神色不善 目光有中砂机流露 不过在鸡家 这样的大势里门亭中 却也不好出手 圣体他还会来吗 为何还没有出现 许多人怀疑了起来 按理来说该出现了 还用说吗 胆怯 不敢来了 王家有人吃笑 王家一些年轻人 纷纷附和 揭露出机窍之色 更有些人挖苦 不加掩饰的奚落 圣体算什么 有我足凶在此 他能翻得了什么风浪 老老实实地蜷缩起来 才是正途 凭他也想与我足地争雄 哄 突然 遥远的天际镜头一阵 有一种让人惊悚的气息发出 远远的浩荡而来 让鸡家内部的骨雀 都一阵摇动 鸡家远老吃惊 这是有人邪无上秘宝而来 触碰到了隐秘的阵纹 被虚空大地遗留的 神秘的残缺骨镇 感应到了 来者何人 远处 有鸡家强者问道 叶凡 这两个字一出 鸡家深处 宏伟的骨雀内部 很多人震动 叶凡真的来了 你所谓何来 一名老修士上前 拜访鸡家 斩王腾 话语如惊雷 在长空中激荡 所有人都听到了 短暂沉默 而后一片哗然 叶凡真的来了 且 这样的强势 众人都站了起来 若非是在鸡家 很多人都会直接冲出去了 鸡家 仅悬空的岛屿 以及壮丽仙山等 就有数百座 就更不要说各种宫阙了 如一片古老的天庭一样 鸡家有大人物站了起来 决定亲自去看一看 其他人自然趁此机会起身 都想知道 叶凡有什么仪仗 当众人出来后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叶凡背负一口铜关而来 站在神土前 凝望这片十几万年来 都无人攻破的圣地 非常的平静与天淡 有没有搞错 背负一口铜关来决战 无言过后 一些人忍不住咕咒 王家的一些人则大笑不已 最后的一点疑虑也消失了 揭露出了嘲讽之色 一口青铜破棺材 顶什么用 所有人都无语了 扛着一口棺材来大战 过于另类 从未见过 此时 唯有庞博激动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第一个冲了过去 不断地喃喃着 人才啊人才 叶子你很有才 第676章 强势面对 庞博身材很睽違 比常人高出两三头 浓眉大眼 皮肤成骨铜色 很有一种力感 此时心中非常激动 不过 他神色却非常平静 不想别人看出什么有防备 上前垂了叶凡一拳 传音道 这都能想得出来 让我看看 庞博与叶凡一样 因九龙拉官而来 莫名穿行星空古路 来到这个世界 对这句光国 有着一种特别的情绪 你们看那大胖子在干什么 远处 有人瞠目结舌 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妈的 谁说我胖 这是熊壮 不是胖 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看 庞博气道 他的胳膊比别人的腿还粗 的确是壮硕无比 他刚才再要观察 别人没有理会他 在阐述刚才的见到的事实 真硬啊 庞博咕弄了一句 叶凡也一阵无语 庞博也太搞了 上来就咬了一口青铜光骨 这是在拿他出气吗 让他都有点发呆 妈的 最近总是啃棺材板 习惯性动作 你当什么都没看见 庞博自己也觉得有些无地自容 我以后去给你熏龙水 叶凡道 没事 不死古茶树 乃是天下第一 悟到神术 虽然被炼成棺材板了 但是却有奇笑 我也早天打雷劈进仙台秘境了 庞博很硬气地说道 那家伙连棺材都想吃 以后有多远躲多远 有大人物告诫弟子 觉得这是个人魔 性情与常人不一样 远处 很多人无语 盯着庞博左看右看 还真没看出来 这么雄伟的一条大汉 居然这么让人发神 王家当中有人大笑 其中一个中年人背负双手 向前走来 道 背负棺材来 是为自己准备的吗 明知必死 还来一战 这是为你们准备的 李黑水在人群中传音 对北原这个古世家 极度不满 庞博摇头 道 错了 他们配不上这口铜关 要以此送他们上路用 青铜光果 当中藏有一位 根本不可揣测的存在 不要说是他们 就是一位远古圣人来 也没资格入主 哈哈 另一边 姬家八祖大笑 却什么也没有说 意态明显 这是讽刺 叶凡自不量力 叶凡背负铜关上前 每一步落下 都在虚空中留下一个脚印 让许多人变色 肉身如此强横 绝对超越圣主 他们以为叶凡这是在示威 殊不知实在是 铜关太沉重了 比一座大跃还可怕 足以将一方教主压倒在地 叶凡身为圣体 都深感吃力 不过离开荒谷禁地后 他的法力复苏 可与肉鞘共同支撑 不再那么举步维艰了 既然来拜访我姬家 那就进来吧 姬家一位元老开口 与王腾的选祖是旧时 面无表情 原来是客 就请入内吧 姬家八祖也出言 带着一丝冷漠的笑容 姬家 有虚空谷近在 镇兽万谷 任你天大的神通 逆施的修为 一旦进去 也要被镇压 称得上龙谈虎穴 姬家八祖这样邀请 并不是什么盛情 而是带着一丝冷冽 相当于请君入瓮 并没有什么善意 小叶子不能入内啊 远处 李黑水传音 提醒他 虚空境的可怕 到时候 即便有行字诀 想跑都不能 既然来了 自然是要拜会 当入姬家 对虚空大敌一拜 叶凡背负青铜古关 大步前行 真的要走进去 所有人吃了一惊 原以为他要在姬家外面了断 没有想到还真敢进去 荒谷世家 相当于一处境地 若是冲突起来 有境无处 姬家八祖神色一致 他原本 还想奚落叶凡怯诺 此时根本没法出口 对方无所畏惧 向他走来 李面琴 姬家一位老修士引路 而后所有人都向这个 古世家的深处走去 路上很压抑 来的都是高手 大势力的代表 叶凡你这是何意 背负古关而来 且带到了这种圣地 这是对姬族的不敬 王家中有一人开口 还没有进去 在半路上就开始发难了 叶凡根本没有理会 将其无视与磅礴 李黑水等人一起向前走 把他当成了空气 圣体我在你与你说话呢 你听到了没有 这个男子年岁不是很大 是王腾的堂弟 脾气很重 你算什么东西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叶凡扫了他一眼 像是见到了一只苍蝇一样 微微醋眉 你 这个年轻男子大怒 叶凡在北狱 铲平了他们的十方 举足共恨 此时自然大怒 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姬家前辈都没有多说 你当自己是谁了 滚 叶凡一声轻斥 此人一个猎切 感觉头颅嗡嗡作响 差点一头栽倒在地 叶凡气势破人 一声轻斥 将王家年轻一代 兜阵的一阵摇动 惊住了很多人 叶小友 老朽也想问 你为何带着一口棺材 登领我鸡家之门 鸡家八祖开口 神色不善 大有借题发作之事 你我皆为修士 还在乎这些吗 此官是我的兵器 就如他 他们所被的圣剑一样 叶凡平淡地回应道 还没有进入鸡家的大厅 就已经有些紧张气氛了 怀着凑热闹而来的 众多修士都在期待 今日必有一战 鸡家八祖没有多说什么 带领众人踏云而行 来到一片云征霞位之地 进入一座宏伟的天阙中 许多强者方才都没有出去 比如说 鸡家之主 赤龙道人 王家玄族等 一个后辈到此 老辈人物少有出营 除非另有目的 此外 紫天都 南妖 骑货水等一些年轻人节 也都稳如泰山 依然端坐大厅中 此时 叶凡背观而入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有的充满敌意 有的则露出忧虑 还有的漠不关心 大 一声清脆的金属鸣音 叶凡将谷观放在了地上 整片大厅都一阵摇动 差点翻转 若非不有阵文 绝对塌陷了 众人都心中剧烈跳动 这口铜观 到底有多么沉重 当中有以一人最为震惊 那就是南妖 瞳孔射出两道奇光 死死地定住了谷观 叶凡第一次登灵鸡家 并没有失礼 像一些元老行礼 而后又拜见了赤龙老道 等一些故人 你就是圣体叶凡 一个年老的修士 站起身来 死死地定住了他 庞伯提醒 这是王腾的一位叔叔 实力强大 在北渊王家有很大的权势 此时站在台阶上 阴沉着脸 俯视过来 你有什么事吗 叶凡很冷淡地问道 你杀了我足弟王成锋 斩了我折王冲 又在北域将我足十方铲平 你说我找你所为何事 王成云目光阴致 大声质问 我说 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叶凡简单干脆地回应了他一句 而后选了一张桌位 自顾坐了下来 王成云怒发冲冠 一下子沉下了脸 当场大步逼了过来 有滔天法力在汹涌 如一尊杀神一样 到了境前 另一边 第五大口吴道站了起来 他是背里黑水 吴中天 他们请来的 逼住了王成云 怕叶凡有闪失 怎么 你还想动手不成 叶凡向吴道见礼 而后邪逆王成云 道 这是鸡家 容不得你放肆 他大声呵斥一个为老辈强者 根本就没有一丝在乎 更不可能有巨异 这种语气让很多人惊异 王成云神色很冷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一个小辈敢这样训斥他 真是颇天荒了 太阳从西面出来了 杀我族人 还敢出现在此地 你这是自断生路 王成云双眼 舍出圣人的光滑 与你们的冲突 我不想多说什么 我只能说 你们王家的人旧游自取 都是在找死 叶凡相当的不客气 鸡家的人出面拦阻 真怕双方在此动手 毕竟都是宾客 若要在此大打出手就不好了 身为主人 面子上过不去 杀了我亲弟弟 今日还敢来此 这是一种挑衅 我请求鸡家圣 逐给我们一块场地解决纷争 王腾的父亲也站了起来 大步向这边走来 把王腾叫出来吧 叶凡开口 而今他就是冲着北地来的 只要杀了他 什么都解决了 鸡家八祖面无表情 走了过来 道 你所为何来 难道是来我鸡家杀人的吗 他忽略王家挑衅 先为叶凡扣了一顶帽子 道 先祖虽已是 但大帝西年的修行神徒 也不容亵渎 胆胆冒犯者 虚空古镜下无生魂 这种威慑 谁人不怕 深知在这片古地内 虚空镜的圣光随时会落下 没有人可以抵抗 我未见紫月而来 方才王家挑衅我在先 不过是对他们的回应而已 叶凡从容开口 手放在铜棺上 紫月都快订婚了 你想见他 很事无礼 王成坤开口 神色冷冽 那是他们王家的未来而袭 他相当的不满 恳请鸡家圣主 让我见紫月一面 叶凡认真地说道 鸡家八祖冷笑 刚要说什么 但却被阻住了 鸡家圣主走来 吩咐道 让紫月来 一名年轻的子弟诧异 看了一眼叶凡 然后快速离去 飞向远方的一片穷楼玉宇 在场的人都神色一动 没有想到鸡家圣主 竟然答应了 有些出乎意料 皆若有所思 让腾儿出关 快点过来 王成坤传音 吩咐一名弟子 不多时 远空一个紫衣少女 如折仙子一样飞来 乌发如云 翘脸如玉 一双大眼空灵无比 内蕴神秀 不过 今日的鸡紫月未有笑颜 没有小酒窝呈现 缺少了往日的俏皮 亮晶晶的小虎牙 也见不到了 紫月 叶凡背负铜关迎了出去 小叶子 姬子月小嘴张成了欧形 看了看她 又忘了忘那口骨关 吃惊地说不出话来 我听说有人强迫你订婚 我为你解幼儿来 姬子月闻听此话 大眼顿时弯成了月牙状 小酒窝呈现 露出一缕动人的笑颜 背齿如玉 闪动光泽 叶凡继续 只要你摇头不同意 今日我带你走 谁也不能阻拦 此话一出 满场震动 所有人都很吃惊 没有想到 她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轰隆隆 远处 一辆金色的古战车作响 发出万丈光芒 一个高大雄伟的身影 立身在上 如天地将士一样 黑发飞舞 在漆头上龙凤和鸣 圣光垂落 北地出现 驱动不朽战车而来 强势无比 神圣光滑滚滚而来 铺天盖地 圣体你是来送死的吗 王腾冷漠的声音传来 震动数百里 叶凡没有看她 而是望着姬子月的翘脸 道 姬子月你同意吗 我当然不同意 姬子月大声道 对着叶凡露出笑颜 无比的明媚与动人 一时间让天上的太阳 都暗淡了下去 那好 我长了她 叶凡霍地转身 面对王腾 第六百七十七章 战王腾 天阙前 云霞升腾 锐气灿烂 五色云气弥漫 叶凡的话语 铿锵有力 直指人心 震耳欲聋 我长了她 这四个字 如四把天剑抵在人的心间 让每一个人都一个机灵 浑身一颤 自信的力量 一往无前的气势 让人体会到一种坚定 无物不摧 这是一种奇异的伪力 大言不惭 王成坤思虑很多 他觉得有点异常 叶凡太过强势与自信了 他陷于王腾一步开口 且逼压了过来 他是一位绝顶人物 修为今世 在教主级人物中 也是响当当的角色 少有人可与匹敌 经历过的大战 也不知有多少 父亲 让我来 今日圣谢将躺进 扶持在我的脚下 在诸王 并起的大事 他将第一个除名在大地路上 王腾神色冷漠 驾驭金色古战车而来 早就等你多时了 叶凡开口 小叶子 姬子月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袖 灵动的大眼中充满了忧色 叶凡能够来此 让他很开心 但是他知道 光有勇气是不行的 北地真的太强大了 年轻一代难逢敌手 金色的古战车 上课日月星辰 与花鸟鱼虫 包括万灵 如可镇压诸界 驰骋而来 光滑淹没天地 北地居于中央 真龙与神皇在上盘舞 交相辉映 所有人都惊异 此时的王滕真的有一种递姿 那种舍我其谁 为我独尊的气态狠涉人 连许多老辈人物 都无法与之正事 牛什么牛 有什么可神奇的 就在这时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庞博开口 哦 不就是 有一辆破车吗 当年哥也有一辆 虽然只有两个轮子 但却是飞哥名牌的 在场的人自然不知 他再说一辆 除了铃铛不响 上下哪都响的破烂自行车 但却明白 他这不是什么好话 庞博在一旁解释飞哥名牌 李黑水等一群人全都哄笑 王家的人顿时大怒 王成坤露出蔑视之色 道 我儿天重之姿 你们这几个井底之蛙 乱吹什么大气 别惹我 谁不知道 我儿是王滕 敢与我作对 我儿来出场 姓王 名叫八高子滕 有大帝之姿 庞博 李黑水 江淮人一起讽刺道 无论其他 自今日后 我儿是王滕却是因此而名扬天下 北帝驾驭战车来到了境前 金光碧日 九条真龙 九只神皇 九头白虎 九只玄武分手四方 到处都是云霞 他如中央大地一样 此刻 王滕目光冷冽 浓密的黑发披散在胸前背后 雄伟的身材充满了一股压迫感 射人心魄 扫视所有人 圣铁 你凭什么与我站 他话语并不高 但是却传遍每一个角落 方圆数百里 所有人都能听到 你算什么 我要斩你 还需要罗列凭什么吗 叶凡大声道 针锋相对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如亘古长存的战神 浑身流光溢彩 明镜无暇 四方天地随他的脚步而颤抖 有很多人不能进入姬家 因为没有那种资格 但却在山门外听到了 顿时一片喧哗 人们知道 北地与圣体一战 已经不可避免 消息第一时间传向南域各地 一场天大的波澜在上演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关注与期待这一战 斩掉王滕 斩了这个伟地 真将自己当成古地转世了吗 不过是一个狂徒而已 磅礴大叫 无所畏惧 大造声势 斩了伟地 斩了北云的王八高子腾 李黑水 柳寇等人附和 声音响彻云霄 让这里躁动了起来 诸位 要冷静与克制 姬家一位元老站了起来 不想让人在姬家战斗 毕竟都在此做客 姬兄 这并非我们惹事 而是圣体气到头上来了 不得不出手杀他 王滕的父亲王成坤开口 狗屁不通 你们挑衅在前 怎么又赖在别人的身上了 这就是王家的行事风格吗 磅礴粗言皆短 王家人大怒 身为荒谷世家 还没有一个人 敢这样不尽了 屡屡针对他们 纵视妖帝传人也不行 怎么还想出手杀我不成 磅礴冷笑 我就先杀了你 王家一位高手冲出 向姬家元老请求 请给予一块解决纷争的场地 事已至此 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不然也要离开此地去厮杀 姬家八祖出言 他是巴不得王家避掉叶凡 许多贵客一开口 要求允许一战 他们本就是为了一堵圣体 对决北地而来 此时自然不希望掩旗息鼓 都想看到龙争虎斗 姬家圣主先后望向赤龙道人 王家的玄族等 见他们都没有反对 点头答应 提供一块争斗的场地 此地历时一片嘈杂 而后人声鼎沸 雾气汹涌的天雀前 顿时空出一块场地 一座隐形炎武场出现 我先杀了他 王家的一名强者走来 冲向龙博 就要对其动手 你想杀谁 叶凡一步迈出 持同官力 一下子就拦住了他的去路 自然是要杀他 这是一位大能 虽然刚进升入仙台 二层天没多久 但境界摆在那里 如入无人之境一样 想要先毙掉龙博 嗡 叶凡什么话也没有说 对其出手 阻挡去路 运转全身力量 手持铜关 脚踩行自觉打了下去 王腾的父亲等人 并没有阻拦 有意如此 让此人试探一下 叶凡的虚实 因为他们 也有些摸不着底 扶摸阵 此人一声大喝 口中吐出三十六盏铜灯 一个个如鬼火一样 闪烁绿油油的光滑 将叶凡笼罩在里面 每一盏铜灯 都是一道圣剑 射出的火焰式剑气 带着一缕混沌物丝 极其害人 攻击力超级恐怖 众人心头一跳 这是一宗秘宝 绝对超级强大 比一般的圣主兵器 厉害很多 因为一旦有混沌器 必是瑰宝 然而 可怕的攻击力 打在铜关上 却叮当作响 根本没有起到一丝作用 铜关上花纹烙印 闪动青灰 将所有攻击全部抹灭 哄 同一时间 叶凡如一尊天神一样 一步迈出 天摇地动 铜关太沉重了 但是运转浑身 金色血气后 依然抡动了起来 重重地砸了下来 压他诸天 这种惊人的奇迹是 给人刹那的错觉 仿佛一尊永恒的神明将士 在利弊要挟 浑身金光万丈 吞没时间 铜关破万法 崔万灵 一动之下 什么也挡不住 它上面充满秀迹的纹落 流动神秘清灰 破除一切 前方 所有铜灯都崩碎 在这一击之下 成为了青铜碎渣 道纹磨面 灯火熄灭 不复存在 王家的高手 张口吐出一道本源精气 以大法力运转十几种秘术 如一片磅礴青天一样压落 对抗古关 然而 让人惊悚的是 无论是法宝 还是本源精气化成的秘术等 全都如纸壶的一样 被一破再破 破 一道血光冲起 叶凡手持青铜关抡动下来 将一位大能 活活拍成了肉泥 出时 现场鸦雀无声 而后一片沸腾 王家一位大能被打死了 这么的彻底与干脆 让他们颜面合存 且 人们发现 圣体可与北地一战 必将是一场金石对决 不会一面倒 将有惊艳的大场面 王成坤神色阴沉 传音道 你们刚才可曾注意 那口铜关的道文有古怪 禁锢了虚空 被锁定后想躲避 都不行 他们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这样的兵器最保守估计 也是一个王者神兵 初步诞生了神奇法则的力量 王腾你要躲到何时 叶凡贺问 主官而立 场面怪异而又射人 到了现在没有一个人不心惊 各方教主都很忌惮 圣体成长太快了 已经无法阻挡 姬子月秘名谋好耻 露出动人的笑颜 一扫忧虑 很是开心 如一个活泼的紫衣精灵一样 男妖神色郑重 双眸有妖翼光辉射出 盯着青铜小官 她认出了 这与荒谷禁地的巨官 同出一员 她的妹妹 奇货水艳冠天下 颠倒众生 窈窕美丽 眼眸闪动异彩 也在盯着前方 很是惊奇 另一边 神灵谷少主子天 都皱起了眉头 凝视同观 像是陷入了久远的回忆中 她的姐姐 绝艳名利 紫发披肩 身段修长 一双紫眸 充满了神侠 也有意思 远处 猴子持大棍里 火眼金金 坐在了一张椅子上 放下心来 此外 姚池圣女竟也在场 明眸闪动 五色光彩分成 关注战场中 年轻一代来了很多人 老辈人物亦很重视 赤龙 辅王 仙鹤王 大寇等 更有不少教主 全都震动 金色战车雷鸣 北帝杀鸡毕露 黑发道武 他来到了场中央 与叶凡对面立 至此这一战无可避免 我避避你于车下 祭奠我王族英灵 让你从世间除名 北帝怒了 叶凡连创伤王家 让他杀意如寒冬 叶凡没有说什么 回头对姬子月 道 我现在帮你斩了他 小张 这是在将自己推向死亡的深渊 他活不过今日了 王家的人纷纷出言 呵斥叶凡 为北帝助威 圣体你的生命走到尽头了 凭什么 与我族弟子并论 充其量 不过是一块踏脚石而已 所谓圣体一旦大成将无敌 那是有前提的 在没有大帝初的年代上可 与我族有古地转世之姿的人 同生一个时代 将是他的悲哀 叶凡与北帝动手了 两者在电火石花间动了一招 所有人都没有看清 竟有一声上古祭祀音响起 响彻万箭 哄 无尽虚空塌陷 全面崩溃 出现也不知道 有多少黑色的深渊 连向永恒位之处 有山崩海啸一样的声音发出 有星辰闪烁 那是无垠的宇宙 这是王腾发出的一击 他如一尊古地一样 眸子中无尽幻灭 背靠永恒星空 一片璀璨 真龙 神皇 白虎 玄武皆出现 一个个占据满了星空 真实在现 恐怖绝伦 无尽神光将那里淹没 诸多教主皆惊骇 这样的恐怕一击连他们都难以承受 北地强大到了 让所有人都悚然的地步 叶凡脚踩行自觉 穿越过永恒的虚空 出现在另一片天地中 并未伤到 手持同观力 王成坤很自负 道 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 在我尔的金氏战力下 圣体根本算不了什么 将血染神土 扶持藤儿脚下 就此除名 成为我尔地路上的一堆枯骨 他的话语还未说完 更加惊人的大战开始了 王腾手持天地剑 驱动金色战车 以两剑骨兵镇压叶凡 与此同时 他的双眸绽放出两道神芒 五道天眼睁开 无坚不摧 开始抹杀叶凡的有形之体 这一击 惊天动地 两者间几乎被神力的海洋淹没了 场中近乎沸腾 当 叶凡轮动同观 与金色的古战车 还有天地剑撞在了一起 发出一声响彻四海的声音 许多人大叫 双耳流血 倒退而去 悬空的这片神岛 一下子被击穿了 王腾与金色古战车 被砸得坠落了下去 烟尘冲天 且 五道天眼也未能奏功 叶凡的眉心内 一个金色的小人头顶万物母气顶 怀抱一个黑色的小葫芦 用力向外吹动 黑色的小葫芦深处 一道刺目的神光 飞了出去 四开天的第一缕神光 斩破天地万物 在外人看来 叶凡的眉心 睁开了一条树眼 神盲将五道天眼的光滑打碎 射向前去 是 这旅开天神光 一下子击穿了王腾的小臂 熊熊大说燃烧 恐怖温度吓人 噗 王腾非常的果断 手举天地见挥动而下 血光闪烁 斩掉了自己的左小臂 血花喷涌出去很远 腾儿 王成坤大叫 刚才他还在说 自己的儿子一出 圣体连踏脚石都算不上 臂被斩掉 不曾想 北帝先失去了一条小臂 另一边 叶凡凭空而立 同观臣服 虚空都明灭不定 整个人看起来 如站在上古的宇宙中 第678章 永恒的放逐 鸡家的悬空岛被打穿 古战车坠落而下 烟尘冲天 乱石穿云 王腾挥天地剑 斩掉了自己一条小臂 鲜血流淌 今世一击过后 却是这样一种结果 号称无敌年轻一代的北帝 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吃了一个大亏 现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惊住了 没有人能够想到 会是这个结果 南风一抗手 由古地转世之说的王腾 怎么会断臂 除了王成坤在新腾外 没有一个人出言 默默注视这一切 这一切实在太突然了 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圣体如此强势 每一个人都一阵悸动 这是在赤裸裸的山王家的脸 他们引以为傲的弟子上来 就血染长空 过于惨烈 此前 王家盛气凌人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认为叶凡 不过是地路上的一堆枯骨 是被毙的对象 然而 却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他们号称无敌的北地 却吃了一个大亏 王家 所有人都脸上发烧 且心中无比忧虑 这一战 究竟是谁胜谁负 已经不好推测 无人能得出结论了 没人能料到 叶凡的攻击这么犀利 嘎嘣嘎嘣 王腾的左臂血肉抖动 骨头发出脆响 不断地生长 四方精气如水一样倾泻下 断臂再生 几乎瞬间 就完好无缺了 坦儿小心 王成坤在后喊道 如果不是大庭广众之下 大话已经说出口 他会终止这一战 率人围杀叶凡 北地 自出道以来 还没有吃过这样的大亏 神色冷到可以结兵 与猴子大战时 五道天眼也没有被迫 今日去遭恶难 正 剑名洞天 王腾手持天地剑 驾驭金色的古战车 又一次杀来 黑发的长发 彻底倒竖了起来 眼眸如刀子一样锋锐 黄金圣剑 粗大如月 上底天穷 如一座山一样压了下来 声音震耳 如一片大阳在滔天 让人心悸 叶凡迟动 铜关向前劈去 如挥动一座古老的宇宙而行 万古诸天奇遥 悬空岛竟然在解体 承受不住波动 北地快速收剑 并未斩下 他这是在试探 姑娘叶凡的战力有多么强 如一只神皇五天 落在远处 叶凡顿住手臂 铜关砸在虚空中 一下子出现一个可怕的深渊 里面有星光闪动 如连着一片星域 是 王腾双眼神光赤胜 射出两道夺目的光滑 五道天眼再出 又一次披向叶凡 不仅渴望穿本源 还是最犀利的神剑 叶凡很镇定 以铜关护体 盘坐眉心内的金色小人 抱着黑色的小葫芦 用力摇动 一道神光飞出 如一把斩仙飞刀一样 北地的眸光凝炼如剑 打在了上面 铿锵作响 最终却被九色物丝焚化 溃散虚空中 且 叶凡眉心射出的光束 并未减速 穿透虚空打了出来 奔袭向王腾的头颅 肩不可挡 这一次 北地早有准备 依然是为了评估叶凡的战力 脚下升辉 一步一道痕 驾驭古战车闪退了出去 一缕神华冲过 击穿远处的一座宫雀 在一瞬间 让其成为了飞灰 什么都没有剩下 连上面刻鲁的道纹都不能阻住 圣体怎么会有这样强大 他所睁开的树眼 到底蕴含了怎样一股力量 这是所有人的疑问 此前根本不知 王腾连番试探 不断出手 但却不正面厮杀 而叶凡也在酝酿 准备一击灭掉敌手 在勾动黑葫芦中的九彩火丝 万灵化道 横河杀朔 北地突然一声大喝 这个世间的各种力量 都化成了道的规则 草木的精气 烈日的精华 星辰的微光 宇宙的本源 全都倾泻而下 观察良久 他终于动用了攻伐中的一种大树 这是地经中的秘书 神能射人 没有办法去衡量 这个天地间 但凡灵体 但凡力量 都化成道的规则 将一切化成道之痕迹 成为一条条纹路 横穿在虚空中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神术 让人如陷入噩梦中 难以对抗 这个世上 灵物何其多 若都被召唤来化道 将是无尽的 故有横河杀术之说 乾坤间 到处是密集的网 有银色的 有紫色的 万灵化道 横河杀术 大道之网 罩落下来 后方 连南妖与紫天 都这样的人都动容了 各方教主也都凛然 这种秘术极其异常 化天地万物为道则 借一切规则力量为己用 无声无息 一张大网就这样落下了 隔绝外界 自成一片小世界 运转万道之则 化尽一切敌手 给我破 叶凡大鹤 眉心中神焰一闪 一株巨大的扶桑闪烁 呈现在其身前 叶片如金金 铿锵作响 九只金屋在上 就九轮太阳一样飞出 哄 九只金色的神鸟 火焰滔天 焚毁万物 将各种法则丝线都给扯断了 将其上方的规则破灭 太阳真经 有人惊叫 认出了这种手段 与古老传说中的太阳真经 所具有的神能几乎一样 难怪 圣体得到了太阳真经 修出了太阳真火 另一些人恍然大悟 同时 许多人都悚然 这可是一宗可怕的古经 为人修行的起源之一 可追溯到太古年间 在古老的过去 人族共有两大古经 分别为太阳与太阳 高深莫测 承载了古人的无穷智慧 据说源自另一片心域 后来 人族鼎盛起来 几位远古大帝都曾参悟过这两部古经 得到了无限启迪 才开创出了自己才心法 故此 太阳与太阳两部古经 又被称作母经 有极其特别的意义 可惜失传过于久远 无法寻到了 叶凡身那菩提子 运转太阳真经旋法 控制九色火丝 展现出了一种莫名的力量 扶桑神术耸立 拔地而起 巨大而风貌 无论是树干还是叶片 都是金色的 烈火燃烧 九只金屋盘旋 摧毁了化道的力量 哄 所有一切都消失了 到横被铲除 不复存在 天地间唯有一片盛宴在燃烧 九只金屋一起冲向了北地 太阳真经 真的有这么强大吗 人们惊疑不定 而王家的人则 面色难看 圣体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十字星域交叉 王腾一声低含 双手再用力滑出 天空出现一个巨大的十字裂痕 虚空大裂缝延展 如梦又似幻 一片十字星域出现 像是一颗颗星辰连珠 交叉在一起 悬在另一片虚空中 碰 这是一种惊人的大碰撞 第九层火域的物丝 仿佛能烧毁诸天 与这片十字星剧烈碰撞 无尽的灰烬冲起 璀璨 赤圣 暴虐 一片又一片的道之伪力冲击 如海啸拍打低暗 四银河冲击古星 成为一片绝望之地 当一切消失 十字星域被打磨了 而伏桑古树与金屋 也全都消失 火焰熄灭 原来如此 是太阳真经 还有外道的力量 王腾自语 他像是摸清了虚实 沉生道 圣体我要让你明白 差距就是差距 人不可能一步登天 叶凡在计算 能否将王家的人 全部席卷进来 他想一战攻城 将这一族的大敌 全部灭掉 观察地势 位置 北地离开古战车 旁坐于虚空中 双手滑动 大喝道 一切都该结束了 永恒的放逐 乱天秘书 虚空扭曲 十方歼灭 天地中也不知道 出现多少虚空深渊 延展向不同的位面 这是一片时空乱学 乱古大地的 乱天秘书 有人惊呼 可以确定 王腾静的真传 掌握了一种 非常可怕的秘书 可将人放逐到 未知的时空中去 确切地说 是强行打入莫名的次元 乱天动地 永恒的所死 从这片天地间消失 叶凡抗击 祭出铜关 催动黑色的小葫芦 以滔天盛宴瓦解 然而 这种秘书太奇异了 一旦发动 数不清的虚空深渊层叠 烧毁一片 还有另一片 无穷无盈 呼 一声闷响 虚空深渊将叶凡吞没 而后另一片深渊又来包容 相互重叠 叶凡被打进了 无尽的虚空乱流中 乱天秘书 永恒地放逐 北帝一声大鹤 霍地睁开了眼睛 站起身来 降落在金色的古战车上 前方 无尽层叠的虚空全部消失 永久地闭合 叶凡被打入了 谁也不知道的小次元空中 就此消失 什么 这太可怕了 朱雄皆发毛 从头梁到脚 乱鼓大地的这种秘书 可怕的近乎要挟 无论遇到多么强大的敌手 都可放逐出去 一旦进入那样无垠的次元空中 几乎很难再有回头路了 直至命远耗劲儿王 根本不可能找到归路 这是一种无敌的秘书 为乱鼓大地所开创 是以弱机强的极道地数 任你天大的神通 一旦被打中 也将被永远地放逐 不 小叶子 鸡紫月惊叫 泪水滑落而下 滴落在紫衣上 叶子 磅礴一大吼 小叶子 怎么会这样 李黑水 吴中天他们也是大呼 遥望虚空 怒视王腾 痛心疾首 王成坤大笑 无比地畅快 北帝之威无人可挡 他无比地痛快 其他人皆失色 北帝仅凭着乱谷大帝 所留下的这一世 什么高手不能对付 连活化石都可放逐 这种盖世秘书几乎无解 是远古大帝 以毕生心血言成的一种秘书 这是无敌的 出了名的倚若机强 北帝名不虚传 牛刀小事 就有这样威势 当今天下谁人可挡 果然是天纵之姿 这个年龄段 就已经雄视天下 让老辈人物无奈了 不愧号称古地转世 一带天骄 果然是踏过了圣体的尸骨 踩着燃血的道路前进 未来必正宝 许多人上前 与王家关系好的人 更是不断恭维 连声赞叹 事实上 其他人也都默认了 这样的北帝 的确难以抵挡 连远处的一位大寇 都皱起了眉头 忌惮不已 无影乱天中 是永恒的黑暗与冰冷 仿佛永远没有尽头 叶凡在不断地飘游 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 像是过去了千百万年 又像是永恒的一瞬间 他苦思回去之路 寂静 冰冷 黑暗 没有一点希望 他独自坐在青铜骨棺上 永远地朝一个方向飘渡 他像是迷失在一片 古老的宇宙中 始终找不到回路 哭坐铜棺上 他冥思苦想 问自己的心 来定位回路 我所走过的路 我所经历的道 我所感受的法则 他心中自语 不断推演 渐渐静了下来 最终 他问道又问心 道之轨迹缭绕在身 心知本源璀璨生辉 同时齐鸣 在永恒的黑暗中 奏出道音 他浑身晶莹 心头升起一盏明灯 若隐若无 指引向一方 叶凡破开小次元空间 开始了漫长的旅途 永远没有尽头 破开了一片又一片虚无之地 总是寻不到归路 不过 他并没有放弃 盘坐小铜棺上 莫送起一则古经 短短数百字 却如一部天书一样深奥 不可揣度 正是源自青铜古观的那部经文 这些年来 他一直在研究 始终参悟不透 似不是修行法门 根本不能理解 但却能够尽心明神 一个字又一个字飞出 烙印其心田 如涓涓细流 非常的柔和 滋润其神明 补给其肉身晶圆 明心 明我 明道 他心中的灯更亮了 陷入一种道合一的妙境中 指引他前行 这是本我在何道 平日不可实现 可此时他却做到了 不得不说 叶凡在修行意图上 很有天赋 从其十年魔力 就有现在的实力 就可以说明一切了 心中的灯长明 本我为道 指引归路 破开迷雾 穿行无尽虚无之地 踏上了归途 早已说过 圣体算得了什么 怎能与我足堂而相比 王家的人大笑 王成坤质德亦满 生子如此 他自是引以为傲 站在金色古车前 望向叶凡的故人时 充满了蔑世之色 圣体他不行 同我儿相比差远了 哄 他的话音刚落 虚空破碎 一句铜关冲出 正打在他的后背上 当场半边身子 成为了烂泥 小叶子 落泪的姬紫月惊叫 睁大了美眸 叶子 其他人也都惊惊呼 哄 在这一刻 叶凡梅心中的黑葫芦跳动 神火滔天而出 将金色古车车淹没 啊 王腾的亲叔叔王成云 首当其冲 当场成为了一个人形火炬 北帝也是惨叫 半边身子被点燃 七力嘶吼 这一景象震住了所有人 第679章 斩我明道觉 火光如海 到处都是 像是点燃了事件 看不到其他 唯有酒色物丝缭绕 他无比的炽热 相隔很远 许多金金铸铸铸 都融化了 蒸发了个干净 什么都没有剩下 场中 这是一片修罗地狱图 嚎叫声此起彼伏 王家中青带 大部分人都被淹没在里面 在火海中挣扎 方才 王腾大圣 他们族内的许多人 上来道贺 聚在一起 此时成为了一场悲剧 啊 王家三婴 号称王腾之下 最强大的三个年轻人 第一时间成为了劫灰 只发出一声急促的叫声 就永远地消失了 王成坤眼前发黑 一下子吐出一口鲜血 那是他们王家未来的希望所在 就这样死掉了 啊 又一声利吼快速终止 没有了一点声息 一代大能王成云坚持了片刻 人形火炬 最终也成为了尘埃 连根骨头都没有剩下 王成坤心疼地 差点背过气去 这是他的亲兄弟 为家族中有名的战者 实力深不可测 不在他之下 正是春秋鼎盛时 却这样结束了一生 不 他大叫 但却无力阻止 大火蔓延 吞噬天地 连他的儿子北地 都将死去了 怎么会这样 王家的一位元老 目自欲猎 恨不得扑过去 撕咬叶凡的血肉 这是无法承受之痛 惨叫声此起彼伏 金色的古战车前 聚集了王家大部分人 以中青代为主 没有一个人活下来 全灭 这是他们希望的所在 是未来的栋梁 然而就在一朝间 成为了云烟 培养这么多年 所耗心血与资源 付诸东流 啊 最后 又有两声惨叫发出 另外两名相对 很年轻的大能 死于非命 从世间除名 这一把火太惨烈了 烧死鸡家三位大能 方才王成坤若非 被铜关打烂 半边身子倒飞了出去 也必死于神宴下 好狠啊 好狠 王家的玄祖 还有锦鱼的七八人 身躯全都在哆嗦 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能够带到鸡家来的 都是精英 就这样被灭了 损失无法估量 大能死去三位 中清代人节 近乎俱灭 这种痛太惨了 没有几十年 无法补充上来 新鲜血液 会出现一个断层 而最让他们恐惧的是 家族的弟子王腾 性命不保 即将朽灭 火焰将其身体 烧成了胡炭 眼看回天无力了 北帝 的确很强大 连一方教主 被九色火焰笼罩 都必死无疑 而他却坚持到了现在 对抗死神 尽管 九色乌斯 将其头颅都淹没了 但是他 依然没有绝灭 口中利吼 独抗神焰 这是一种强大的体魄 拥有一丝不朽的神性 许多圣主都自愧不如 在结火中不死 叶凡也凛然 北帝虽是恶敌 但却真的太强大了 他不是打出一道神焰 这一次将黑葫芦翻转过来 九色圣火淹没了此地 即便如此 都还没有烧死王腾 即便是活化师来了都得死 肉身绝没有这么强大 有不死的神性的力量 超脱繁体 难怪可与斗战圣元立平 一些人心中嘀咕 斗战圣元为太古生灵中 体魄最强的王族 而北帝却在秦陵与猴子大战过 虽然肉身落在下风 但却几乎可以并论了 不过 王腾终于是坚持不住了 肉身多半节都成为了焦炭 没有了一点生机 这种火焰 他不可能真挡住 覆灭只是时间的问题 腾儿 王家的人大叫 再也没有了一丝趾高气扬 全都面色苍白 北帝若死 家族所谋大业 尽成空无 斩天 斩道 斩本我 北帝突然大吼 在其头颅中 冲出一道金色的元神 显化为神明 而后又化为道剑 力劈而下 扑 他将自己给斩了 肉身成尘埃 一股轻气冲起 在道剑的护持下 逆空而上 重聚一身 宝像庄严 如神灵晨 这是什么宣法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必死之局 他居然又逃了出来 诞生出一副 如先王的一样的躯体 不要说一般的修士 就是个大教主 几位活化时都心中俱跳 差点失声喊出来 斩我明道绝 终于 赤龙道人眼中一致 说出了这几个字 心情似是很沉重 诸多修士皆经 这是一种神秘而可怕的古术 展示去的我 以心明道 超脱现在的我 正到未来 明见我心 这种古术 又现实了 没有一股人不吃惊 这是惊艳万古的艺术 夺天地气韵 古今无量 是最可怕的一种术法 难道传说是真的 狠人似是身 乱骨是其一 赤龙道人神色凝重 展我明道绝 相传与狠人有关 他就是退掉魔体 诞生出一个新的神态来 诱火了一时 天空中 王腾突然一声大叫 浑身一血 每一寸肌肤都碎裂了 几乎快成为了一团肉酱 还好 这不是无缺的展我明道绝 赤龙道人像是尝出了一口气 他身为一个活化石 都这副神情 可想而知 其他人的压力 展我明道绝 记载于不死天空中 无论是当时还是过去 都没有人得到过 第五大寇 无道开口 当时 不死精 与 无始精 都极其神秘 除却两位大帝外 从来没有出现在过世上 外人无从休息 哄 叶凡可不想给他机会 此时他根本没有掩饰杀意 谁来阻挡都要杀 一冲而起 眉心中黑色小葫芦 吞吐酒色盛宴 瞬息必空 藤儿 王家的人惊叫 有人出手 打向叶凡 不过 却被以铜关挡住了 乱天秘术 放逐自我 王腾咬牙 无尽刺源深渊出现 将他自己吞没了进去 以此避过了 这惊天一击 逃过了必死杀局 永恒的黑暗 无尽的幽冷 将北地吞了进去 他就此消失在原地 此前 他以乱天秘术 将叶凡放逐 而金却反过来 将自己葬了进去 藤儿 王腾的父亲扑杀 还有两位元老相随 要利弊叶凡 三人之威 自无与伦比 不能抵抗 然而 叶凡并不拒 所谓一粒将实惠 而金一伙在手 天下我有 除非寻到克制起火的秘宝 不然只能送死 哄 漫天的神雁飞舞 九色云彩分成 如一片连绵不绝的心欲 倾覆了下来 要火葬三位大能 三人都可雄士一方 手段高超 第一时间退避 躲过这一击 住手 姬家八祖大喝 退回 王家的老祖也命令到 亲身上前 嗡 与此同时 姬家一位活化石出手了 他不想北原 第一荒谷世家的几位重要人物 都发声不测 不然日后会有很多麻烦 与姬家圣主同时出手 一道虚空大猎斩批出 顺时隔断两戒 生生在盛宴与几人间 开辟出一道虚空戒来 阻断了双方 这就是姬家的秘术 若论空间之学 无人出其有 乱天秘术虽有涉猎 但却并非乱谷大地之根基神术 虚空大地 掌控空间之极境 无人可比 拥有逆天手段 与任何人对敌 几乎都先天不败 无数可破 虚空经 最后几页有真正的禁忌地数 时至今日 见过的人不是死掉了 就是藏于宇宙众了 叶凡并没有追击 凝身而立 他不想让姬家为难 若与他们开战 这样得不偿失 唐啊 王成坤大叫 眼睛都红了 无比的猙獰 北爹 我等你出来 真正杀死你 叶凡一声冷哼 眉心垂落出一片火光 将自己笼罩 守护己身 远处 众人亥然 这种可怕的火焰 将活化石等全部可以烧死 而他却怡然不惧 人们惊悚 圣体竟强大到了这等地步 此时 每一个人都犯嘀咕 这可是亲手烧的王腾 都只能自斩的火焰 他却沐浴在当中 太阳真经 果然不愧为人祖母精 可控世间万火 人们不会了解 火域第九层的盛宴 何等可怕 叶凡目前即便修有太阳真经 也抵不住 唯有菩提子可克 北地真的死了吗 迷失在了自己打出的次元空间中 人们惊意不定 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 都不见他出现 进入那样的虚无之地 很难活着出来 动 乱云崩飞 虚空打开 北地冲了出来 尽管浑身是血 但是却也稳定住了肉身 让自己处在了一种鼎盛的状态 将残缺不全的掌我名道爵 都修到了这个样子 真是不可思议了 人们惊叹 王腾不可能借此 蜕变出神胎 古往今来唯有一人做到了 但是北地却借此 而救了自己一命 也足以惊世了 叶凡没有多余的手段 二话没说 这一次将黑葫芦祭出 持在手中 尽情地催动 九色火焰无尽 铺天盖地 王腾是他遇到的最强大的敌手 超越以往所有人 可以说 连诸圣主剑道 都要惧怕两分 但却没有让他感受到紧迫 你真当我北地是空喊出来的吗 王腾真的怒了 自出世以来 他所向披靡 一路高歌 无人是其对手 而金却被人毁掉了肉身 九蜜之 他一声大喝 就要施展出九蜜 此时 他几乎化成了一尊神灵 左眼为真龙 右眼为先皇 宝贝请转身 叶凡道 本是随意一说 主要还是要催动火焰 烧他诸天 来回北地 然而 却真的发生了惊人的一幕 黑葫芦中 冲出一片浓缩的古老宇宙 无尽星辰凝聚 星域闪烁 宇宙星域化成一把仙剑飞了出去 噗 实在太快了 仙剑一冲而过 一下子将北地的头颅斩掉了 且连劈了数捷 将之斩烂 所有人都傻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下子逆转得如此之快 可是未来的急出手 就被斩了 是他 竟然还存在世间 太古年间斩过太古王啊 子天都藤弟一下子站了起来 子童射出两道射人的光滑 第680章 九密尖分胜负 叶凡也一呆 他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这闷葫芦竟真的有了动静 那道光太快了 连北地都躲避不过去 头颅滚落 被剑芒接连劈中 成为一团白色的江湖 还沾染着丝丝血迹 看不出模样了 很是惨淡 在叶凡手中 葫芦嘴那里 出现一片古老的宇宙 具体而微 心欲深邃 那飞出的一道剑芒 就是他化成的 此刻已经回归 我看你如何活过来 叶凡喝道 头颅乃是人体的要害 原神居住当中 斩碎他的化神石也将成灰 这是神灭 比身影更彻底 当然 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毕竟北地的名气太大了 五欲皆知 十里逆天 他可不想有意外发生 当下 他催动黑葫芦 无尽大火冲出 向前飞去 要将王藤的尸骸全面焚烧 成为灰烬 王家的一位元老疯狂 再也无法忍受 向叶凡出手攻击 远处 赤龙道人一声冷哼 真龙八世出击 一指就将他的尽数破开了 挡在了前方 不突然 空中出现一响 北地成为江湖的头颅 快速愈合 身体在化形 且非一样退了出去 避开了盛宴 他浑身被一种金色的神盲笼罩 沐浴在圣光中 如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 给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 怎么会这样 头颅都斩碎了 他怎么还能活下来 难道说 元神先逃出来了不成 这不可能 颠覆了常理 一个人即便在强大 元神破灭 也就不复存在了 从世间除名 刚才我明明见到他 神石碎掉了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很难相信 眼前所发生的是真实的 唯有叶凡心中一惊 他瞬息想到了一种可能 应是一宗大地圣物 救了王腾的命 一定是乱骨地腐 果然 远处王腾的眉心内 一颗核桃大的神符 明光闪烁 如一颗蓄日生起 吐纳精气 充满了生命的契机 乱骨地腐 终于 有活化石惊呼了出来 猜测出 那块残缺的奇珍未合物 当初 王冲身上就有一块 虽然是碎裂的 但却可以保其性命 让其再生 王腾敢将那块宝贝送人 自然是因为 还有另一块 可以护几身周全 而今终于显现了出来 乱骨大地精彩绝艳 刻下的这块神符 匿夺造化 拥有不可思议之伟力 连元神被斩后都能复活 实在匪夷所思 众人眼中闪烁异样的光彩 这样的宝贝加在身上 等于多了一条命 必死之局都因此而破开了 实在让人妒忌 真是不可思议 北元唯一的乱骨大地 到底遇到了怎样的敌手 连神符都被打猎了 可想而知 那一战的艰难 有一位活化石想到了这个问题 忍不住亥然 心中生出无尽的念头 除非是静态出骨矿等七大禁区了 不然还有什么存在 可让人足大地吃力 宝贝请转身 叶凡又一次念所谓的咒语 然而 这一次黑葫芦 根本没有什么反应 连葫芦嘴的那片古老的宇宙 都又沉入了湖中 宝贝请杀人 宝贝请斩头 宝贝请堕塔 宝贝你大爷 叶凡连喊 却再也无用了 气得差点将黑葫芦砸出去 这玩意跟以前听到的传说不一样 肯定不是一个东西 远处众人 另一边 王腾已乱古地扶重宿本园 站在虚空中 冷冷地望了过来 他有些不理解 他的真正战力无惧天下任何人 只要斗战圣佛与老疯子 还有绝代神王不跳出来 他可以横行天下 即可与活化石分庭抗礼 然而 今日却连遭恶难 叶凡以各种手段斩杀他 心中要多窝火 有多窝火 大地之路输不起 不允许他败 在一个人的手中一旦受损 就必要杀死这个敌手 不然永远都无法跨过心中的那道坎 递者当无敌 九密之前自觉 王腾心中默念 他要斩动九密来杀敌 得子东荒 用于东荒大敌 他浑身九彩神霞射出 尤其是眉心一点 如一轮今日高照 垂落下万道丝涛一样的光滑 将其笼罩 叶凡历史有了感应 这是童元的气息 对方身上有与他传承相近的秘书 九密 王腾左眼如真龙 右眼如仙皇 将要化道而出 以眉心为中心射出的丝掏 将空间扭曲 形成一片特殊的场域 蔓延向四面八方 叶凡心头俱跳 脚踩行自觉快速后退 且口中再次喊了一回黑葫芦 结果无用 无声无息 叶凡遭受阻击 扭曲的场域 占据了半边天空 将其覆盖在下方 这是一种无形杀念 触碰不到 却能感到杀鸡刺骨 远处 紫天都眼中闪动莫名异色 盯着黑葫芦一顺不顺 口中喃喃着 她在太古年间 发了出恐怖凶威 在那样的战斗中 都没有毁掉 只是破损了部分 她的姐姐 那个如子童少女 也是神采一动 盯着黑葫芦看个不停 以太古语问道 你确信没看错 没错 与太古神文古籍中 记载的一样 就是她 真没有想到 在那场大战中 她还能够存下来 紫天都道 眼中的紫光更胜了 盯着黑葫芦不放 战场中 叶凡催动黑葫芦中的圣燕 对抗那扭曲场域 要烧尽一切 这是 她大吃一惊 场域依旧在 与圣燕同存 不能被火所灭 无孔不入 进到了她的身前 呛 她通体发光 以斗战圣法演化 黄金太极元出现 与那场域碰撞 出现了一层涟漪 而后 她猛然巨震 元神遭受了攻击 忍不住身体一震 这不是一般的攻击之法 这是作用于人的神识 穿透虚无 忽视有形的攻击 以无形的场域 作用而来 还好 她的黄金太极元不朽 挡住了绝杀一击 不然刚才说不定被一击毙杀了 是九密之前自密 叶凡心头一震 对于这一密早已听说 心中无比渴望 没有想到在王腾身上 前自密 修元神 可让神识不朽 甚至可影响肉身 扩张神性 无与伦比 难怪她元神强大 肉身经历火劫 都坚持了很长时间 叶凡一下子明白了 弄起了其中的缘由 当然 前自密的真正强大 可不仅限于这些 除了主修元神 拥有不朽神性外 达到高深境界 还可以提前预感一切 前 也是因此而命名 人体的石海最为神秘 拥有无尽先能 达到一定程度 可以预感一切 提前得息 可以说 石海一旦挖掘出来 将有无尽密藏开启 前自密就是主修它的 让一切都提前一步 王腾此时就是以前自觉 发出了石海场域 无形无痕 元神斩道 叶凡凛然 他细心观察 发现圣火不是不能摧毁场能 只是这个扭曲的欲 提前赶之一切 先行回避 就如同无效一样 要斩我元神 他吃惊的同时 也庆幸这一秘很难修成 北地也不过出窥门禁 根本不可能做到 提前预之一切 不然都不用打了 但是 这也足够了 前自密 让王腾元神格外强大 总能提前预感到半步 有一种不朽的神性 战斗起来 占尽了先机 叶凡斗战圣法演化的同时 以黄金太极元对抗 而后又斩动了冰字绝 将黑葫芦寄了出去 喷涂火焰 打向王腾 所谓提前赶之半步 算到一切 那是有前提的 力量在可控范围内才可以 而经黑葫芦 邪毁灭气机而来 王腾顿时变色 冰字绝无双 控兵之术天下第一 黑葫芦突破虚无 几乎差点没入王腾的体内去 火焰滔天 就更不用说了 他在第一时间退走 且展开了乱天秘术 想要将黑葫芦 打进无垠的次元深渊中 想要隔断与叶凡的联系 这确实是上策 放逐黑葫芦 就等于断掉了叶凡的一臂 失去了攻击力度 然而冰字绝举世无双 叶凡控兵之术 出神入化 北帝与乱天秘术 都没有斩断联系 无法放逐黑葫芦 差点被烧成灰烬 而且黑葫芦开始压迫其欲 火焰倾向下 任你提前赶之 也无法全部避开 强大的北帝 面对火域第九层的盛宴 也没有办法 除非退走 不然承受不住 乱谷圣诀 王滕大鹤 终于开始展现 北园唯一谷地的盖世秘法 在这一刻 古今混乱了 他展现出了一种 超级可怕的神术 扰乱了时空 将叶凡周围的时空 分割出很多块 每一块的时间都不连贯 发生了混乱 钳字绝 波脱元神 永尽虚无 乱谷束缚 同一时间 钳字密再展 与乱谷圣绝合在一起用 可怕程度超出了想象 让几位活化时 都心头俱阵 不连贯的时空 特定的虚无之地 叶凡发现 元神出现在一片领域中 而肉身与黑葫芦 在另一片领域中 好像存于不同的时空一样 这种秘术怎么破茧 第五大寇 无道悚然 无解 唯有一粒通天破开 赤龙道人 神色凝重道 远处 其他教主也都变了颜色 换作是他们的话 也说不定会被王腾给斩掉 真的想不出破解之法 古之大帝的秘书 果然可怕 还为大成 出入殿堂 就造成了这样的无解之局 王家的人皆露出喜色 幸存的几个年轻人 神采飞扬 而王成坤 更是冷笑不已 姬子月 庞博 李黑水等人 则无比担忧 姚池圣女 亦密切关注 男妖与其货水 则也是动容 聚焦了所有人的目光 圣体你拿什么与我斗 差距就是差距 王腾大吼 黑发稻树 原神化形而出 与叶凡的神石 在同一片时空 向前攻来 叶凡让自己心静 道经 西黄经 横宇经 太黄经 太阳真经 共五部古经齐名 在这片混乱的时空中 奏出大道神音 他浑身晶莹 如一盏七彩琉璃神灯 五经齐动 而后运转兵字绝 展开了天下第一控兵术 瓮 青铜骨关震动 直飞了过来 突破禁锢 进入这片虚无之地 叶凡十海中的金色小人 猛力催动 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声响 铜关升天 轮动了起来 啪 啊 北帝惨叫 铜关结结实实 打在祁缘神上 一下子破碎了 想走 你无路 叶凡大鹤 以兵自觉催动铜关 又打了过去 噗 北帝强大到 五与伦比的神石 一下子崩散开来 叶凡十海中的金色小人 探出一只手 砰的一声 将那枚乱骨地幅 抓了过来 我看你拿什么副声 叶凡于刹那间 破开了这片诡异的时空 神石入主肉身内 而后一步迈出 手持铜关拍下 噗 王腾的肉身 也烂成了泥 飞溅了出去 根本不成样子了 所有人都知道 北帝应该是 无声之希望了 空有一身天大的神通 却发挥不出来 被死死地克制 所有的血肉烂泥 都飞溅到了 那辆金色的古战车上 鲜红一片 无比的血腥 还有一些碎骨 让人惊计 不得不说 这宗金色的古战车 是一宗圣物 历经火劫都未毁 保存了下来 藤儿 王成坤心胆欲裂 差点昏死过去 与身边的元老 一起杀了过去 要对叶凡师辣手 同时抢夺古战车 叶凡不停手 挤出黑葫芦 催动火焰来烧 想毁掉这辆古车 彻底将王腾的一切 炼化个干净 现在 谁挡他杀谁 一心要灭掉敌手的一切 向几位大能催动盛宴 住手 姬家八祖大鹤 目射神盲 冷森森地望了过来 叶凡根本不理会 我行我速 杀上前去 以火焰淹没前方 放肆 还敢在我姬家撒野 姬家八祖冷森森地呵斥 突然 叶凡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危机 脚踩行自绝 在电火石花间 远遁数千丈远 苍穹上 一缕圣光洒落 他刚才的立身之锁 一下子破灭了 无声的烟灭 一种极道威压在浩荡 虚空古境 镇压该族的底蕴 永玄虚无中 在家族内 一些重要人物 都可引动一缕帝威 用来守护不朽的姬家 姬家老八 你太过分了 赤龙老道疼得站了起来 远处 猴子一声大喝 手持乌精大棒也走了过来 道 你若已施压人 我不介意引来一位太古的王 姬那个八 你不问青红皂白 偏袒王家 竟拿几道帝兵来灭杀我 我要你给我一个说法 叶凡真的怒了 所有人吃了一惊 姬家有虚空帝兵 悬在永恒位之处 随时可降下 即到帝威来 而叶凡却敢这样 质问于面对